纵横整个王者峡谷 六神单挑依然是大家所争论的话题 而六神单挑自然有强弱之分 那在峡谷里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六神单挑王 在这里我来例举三个玩家公认的单挑王 吕布 贬尾 凯 首先讲讲吕布 不用质疑 六神吕布肯定是魔鬼般的存在 攻速暴击流 刀刀白色暴击 就问你怕不怕 加上绝望护盾和大招 使得吕布也成为一个单挑好手 可以说 附魔状态下的吕布 那几乎是没有对手的 其次是点尾 点尾后期的伤害就来得更直接 满攻速下疯狂攻击 六神秒杀一个脆皮 只需要两秒 试问下 一个神装点尾开大批向你 那该有多绝望 恐怖吸血加上大招真伤 单挑能力自然也不用多说 最后是凯 在单挑界 凯自然是不服其他人 被动单挑加50%伤害 可不是盖的 凯虽然被冠上边路之孙的称号 但六神单挑可没怕过谁 超高物理暴击 一刀一个小朋友 也是当之无愧的单挑王 那在你心里 这三位英雄 谁才是真正的六神单挑王